我的名字是Kojima Riosuke Battletag是KR2014 我從日本來到了 我以為能夠優勝的原因是 我以為能夠優勝的4個 前面環境的4個 能夠優勝的4個 我叫ASDF 不管Meta怎麼改變 只要能拿到我上手的牌組 我就能贏 我是Enjoy 所有選手對這次比賽的對手 都不是特別熟悉 不過我相信 相信可能就會可能 如果我正常發揮的話 我還是很有機會拿下冠軍的 我的名字是Joan 我從澳大利亞 我的遊戲想法是Akumeiko 我想我會選擇這次比賽 因為我會選擇高級 如果我選擇高級的表演 我可以選擇這次比賽 我的遊戲是Takanashi 希望藉由這次大賽 能讓大家記住我 我要成為這次的冠軍 我是Rxiu 在16場的時候 我已經擊敗真正的職位選手 所以沒有理由我會輸給其他人 這次冠軍我拿定 我的名字是石居康兵 我的名字是石居康兵 我會選擇的原因 我會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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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來到這裡認識這些選手 跟經驗才是最重要的 歡迎回到爐石戰季台北大賽的比賽現場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瑜 今天的最後一場對戰 將決定最後一位晉級四強的人選 讓我們歡迎來自台灣的ASURA出場 接著讓我們歡迎來自台灣的ANDROID出場 掌聲歡迎兩位選手 請選手握手入座 相信最後一場的對決肯定精彩可期 讓我們把畫面交給主播賽平 各位觀眾久等了 我是今天台北大賽情緒日人主播廚爹 我是賽平羅傑 我是賽平Tommy 跟得上嗎 剛剛不是有講好 我剛剛不是擂過了嗎 我剛剛忘記了 結果我突然換了一個位置 我以為我是第三個發言 不過不要緊 我是賽平羅傑 OKOK跟得上跟得上 不錯這個幹話也可以跟得上 結果還行 結果這節奏還是在的 對 接下來我們今天這個八鏡師的最後一個名額 由ASURA來對上ENJOY 剛剛他這個ID唸出來的時候 我們還不小心笑出來不好意思 你說ASURA 沒有啦 先跟大家解釋第一個好 就是這個名字雖然直接唸會唸 用日文唸法可能唸ASURA 但是他這個主播單跟選手本身有跟我們警示 就是他來自於 泛文 他是阿修羅的意思 所以我們要唸ASURA 我上次播的時候直接跟小明叫他ASURA 滿不好意思的 直接當本一樣ASURA的 跟他道歉 直接叫ASURA 那聊完了選手的背景之後呢 當然我們這一次就要來看一下他們的代牌 他們代牌是屬於一種比較特別的混搭風 兩位怎麼看 我自己認為他們兩個 基本上他們都是有一個三塊弓 然後帶一個偏慢的組合 然後一邊是一個嘲諷戰 然後一邊是一個類似 這應該算是冰火法吧 對啊算是一個冰火法 就是他們美中不足的是 要是他們能把對方的嘲諷戰 換到自己的原生 或是法師換到自己的原生 我覺得那邊就會比較是有利的那邊 對不對 對 那剛剛有提到說 就我們討論說其實 阿修羅這邊他可以再把這個聖擊換的法師 他就會變成一個全抗快的陣容 對 就變成說你可以去抓 不過他選擇另外一種方式就是 配戴各種饑餓螃蟹 對啊 其實也是一種做法 今天我們這一個 阿修羅這裡是準備了 總是六隻的螃蟹 想辦法盡可能關注 Enjoy這邊的魚人聖 所以他的魚人聖能否過關 應該算是這場對局的重點之一啦 那第二個其實是BAN的地方比較有趣的是 這裡BAN的選擇 阿修羅是BAN掉對面的這個冰火法 就是他比較慢的這個看快的選擇 那反過來 Enjoy這裡反而是BAN掉 阿修羅的德魯伊 這個點兩位怎麼看這件事情 我自己認為 阿修羅BAN掉他的冰火法是蠻合理的 因為畢竟不管你的瘋狗德 魚人聖 中速煞 或是一個超風戰 你打到冰火法其實你沒有有效有辦法處理他的末日 或是麥迪文之類的東西 然後至於我覺得 Enjoy為什麼要BAN對方的瘋狗德 我是認為他覺得對方會BAN掉他的冰火法 BAN掉他的冰火法以後 然後對方的瘋狗德打他的海盜戰是優勢 然後打他的聖騎士也還可以打 然後打他德魯伊是五五開 所以他決定BAN掉對方的瘋狗德 他可能對於打操縫戰的信心會比較高 對 其實他從BANPICK就看出來 他其實完全不怕嘲諷戰 他覺得嘲諷戰是一個 在快攻對上嘲諷戰的對局中 快攻一定是開大 那這點其實很見仁見智 那二來是 他最怕就是魚人聖過不了 因為對手帶了一堆螃蟹 那瘋狗德也是帶最多張的 就是配滿的 那去做一個BAN我覺得其實也蠻合理的 對 然後我自己認為其實現在的嘲諷戰 因為我其實現在嘲諷戰抗快的程度 應該是比之前會強一點 合理來說 因為畢竟多了一把是非的武器 就是他提出來就一個旋風斬 然後砍完下盒又一個旋風斬 然後如果你自己看他們有些抗快 可能自己本身會再帶一張旋風斬 那很容易就會造成有三炫 或是食屍鬼 三炫之類的狀況 不過他是 阿蘇魯他是剛好沒有帶旋風斬的 對 他就是 或是配上成魚若驗會 相較於之前的版本 更容易發揮到 對 那他其實有配到一張這個 靈魂熔辱 因為這張其實我當初超風斬我也試過 其實真的太慢 確保綠武器出來的 確保武器出來沒錯 但他真的太慢 就是他不是一張你可以去留的牌 你還是在對上快攻的對局中 你就是二廢要來二廢的斧頭 你不能二廢再去發那張法術 或是幸運幣發那張法術 然後三廢才去拔才去做解剎 對 其實真的沒辦法 等到你做這件事情可能能已經下去了 Tempo還是會掉 這算是一個可能 腳排之前比較早 沒有測那麼徹底 但我自己是 如果會出任務戰的話 我已經不會考慮這張卡了 好 那我們先回來 這個對局 現在這一個對局是 我們剛剛看到 風格德來對上這一個任務戰 那任務戰當然也是起手把任務 換掉之後 想辦法盡可能換出更多的前期結場 但他的確找到了自研戰斧 其實剛剛雖然砍掉一隻之後 直接被吐掉 然後現在台面已經做了一層 非常兇的buff起來 我自己認為現在 這個德魯一比較面臨的情況下是 因為其實對面戰士現在目前是有鬥毆 然後前面也有武器 三廢也有嘲諷 所以他比較希望他看可不可以 直接再進一張咆哮 直接分兩回合 把兩張咆哮傷害打出去 直接把對方的血量壓低 讓對方的鬥毆效果基本上就不存在 因為你鬥毆完基本上只能空過 也不能加血之類的 對 其實我覺得現在這場 老實說戰士好像真的還有點危險 稍微有點危險 不過以這個對局來講 其實只要撐過了武費 戰士就很難再被打回去 而且基本上下一盒德魯一是 一定會開咆哮的 他如果只剩兩隻 我覺得他咆哮還是會按下去 對 就是基本上把血量壓低以後 戰士能做選擇就相對的少 這邊有沒有辦法去幸運幣打鬥 就是一個擋制的展現 這如果不做鬥毆 那這裡另外一個選擇是什麼 兩位怎麼 呃 這有另外一個選擇嗎 就拔武器 可是這樣血量真的會壓非常非常低 所以我自己還是會覺得就是幸運幣鬥 對啊 再加上二來是因為你有兩張嘛 所以就算對手還有活體法力 其實你也是可以輕的 對啊 所以我會希望應該是幸運幣打鬥 因為我看他猶豫很久 我感覺他好像有點想拔武器 這裡硬幣刀下去砍一個解一隻 你這邊把套砍下去大概頭就破了 就是你走傷害其實沒有改變 因為你沒有多按盾 你只是避免了再下一回合的傷害而已 而且其實我們基本上看到 他如果這邊去選擇做一個鬥毆 對方不管剩下哪一隻 然後他下一回如果出一個588 或是活體法力 他都可以選擇再鬥毆 然後假設對方如果真的出一個588的話 那其實你還是可以下一個斷道師 然後食屍鬼家人先拖一下 那個場面咆哮是一定也還不會死的 就還活得了 就其實他剛鬥毆是 對啊就蠻正確的選擇 把武器的話絕對是頭爆開 我這裡鬥毆留下了一個相對比較弱的 相對比較弱的情況 因為剛好留了一隻海盜 他是不能在這裡這邊下 跟著就是我把檯面打滿下螃蟹 就給這個壓力 哇這裡非常兇 哇這個打好兇 擋字 擋字有打出來 這邊有跟上 有跟上啦 打配合 我們一再強調這遊戲打配合 那我覺得上面 其實上面能抽的東西很多 他有嘲諷 他有嘲諷自然就還很擋住 有點尷尬沒有 對 去尷尬 怎麼辦 這邊 這個 不過下盒 得魯伊要贏 好像也還沒有辦法吧 就如果沒跌盾的話 有 如果他選擇去賭那個鬥毆的話 是有辦法 5050的話 如果留88 那就是咆哮天人機就是了 這邊應該還是跌盾 我覺得這邊這樣訓表 加三甲 然後把這個588血 再壓低一點也還OK 嗯啊 欸 這樣子抽 亞沙拉劇就死了 抽一張貼皮 抽貼皮 或者是再抽第二張跑也都可以 沒有 他加二有辦法再讓他攻擊往上抬 他就是 剩下兩費裡面就是要加二 他穩定就是13攻 對 現在這邊其實做的選擇比較多 因為他可能會考慮到對方斷到斯 其實到底會不會跌盾起來 而且下一盒就是 對方武器砍掉是一定會跌盾的 嗯 我想選 這邊真的 蠻難的 哼 對啊你 其實不太可能再去解那個 除非你要打咆哮 然後臉去接護甲斷造師 他還是選擇就是把場面鋪起來 那其實基本上 這邊這回合就是會被戰士打回來的關鍵回合 因為畢竟雙炫嘛 雙炫然後你又有護甲施 然後你又會被 呃 全部都解得掉吧 嗯可以 嗯 哎呦 哦 來這個就不用算了 原本 這個加這個加這個 1 3 4 5 6 對 嗯 那基本上現在整個已經先進入戰士的節奏 因為這邊應該是可以輕易的結場 然後現在 我覺得戰士現在基本上我也有機會就是 他看可不可以抽活體法眼 然後憋著 然後再打 再打一元硬機 然後跑魚 對 不然因為我們是看得到 我們看得到戰士是有飛龍的啦 我是覺得他可能比較 可能這樣可能會比較有機會 當然他抽到活體他肯定會很興奮的打出去啊 對 你說可能連天真劑都忘記了 對 直接打出去 對 活體來了 開心 哦這個要憋著真的太難了 這個要憋著真的太難了 你憋得住嗎 但我們 我當然是憋不住 應該是憋不住啊 如果我們先進預言硬機就可以啦 倒 先進預言硬機就可以啦 這個排序就打正確 你就就 發牌員教你怎麼打吧 也OK 也OK 可能憋得住喔 下一TEN9費嘛 也OK 放七顆嘛 還有兩顆 對 可以算一下長攻 長攻是5 然後他等一下會再踢一腳 欸 好像等一下會死 如果對方裸下飛龍的話 再憋可能會憋到10點嗎 裸下飛龍的話好像會死 我自己是覺得這個隊伍只要 某一個timing一過 散事就很穩 裸下飛龍還不會死 差一滴 因為你等一下還會按一個TENG 對 差一滴 所以對方裸下飛龍你也還不會死 然後你再接咆哮的話 其實會贏 你就等一下直接 活體法力 我們不考慮鬥毆的情況 對啊 我們不考慮鬥毆的情況 他看到對方飛龍來 這邊抽活體就覺得卡 不像 他只有一隻啦 他沒有辦法放棄 少六隻啦 可惜的可惜 只有一個 對不對 浪費 浪費 可惜可惜 這個對局是 這個對局其實是蠻有可能 就是會有這種結果 因為畢竟戰士起手有武器 然後他把任務換掉之類的 嗯 其實這場戰士贏了幾個點 起手有武器 有鬥毆 然後那個鬥毆解掉的那一波 其實臺邊傷害是 十三 十二點還是十三點 就那個下一波如果那邊存活 然後開跑笑的話 其實 暫時早就走遠了 而且還有他的成魚若驗吧 成魚若驗我覺得都 很關鍵的時候 關鍵 這一盒要 欸 正從 下一盒再來一張 有炫沒有魚 欸 就來魚了 真的 就直接解了兩波 我覺得影響也很大啦 然後比較關鍵的點是他剛好鬥毆 好像是剩最小的那一隻 剩一隻喊到 然後他要下螃蟹還必須去吃 有點尷尬 還差點要吃自己 對不對 知識其力 自己肯定自己一隻 非常非常的虧 那我們以整個line up來看 其實我們剛有提到Android 他選擇去ban了Fungo的 就是他覺得任務戰沒這麼難打 但結果任務戰還是跑了 所以我覺得對他整個line up來講 其實是稍微有點劣勢 對啊 然後待會對方剩下的職業是剩下薩滿跟聖騎 其實他還是很有可能會繼續上德魯伊 對 就可能會必須看可不可以薩滿 德魯伊 因為德魯伊畢竟打聖騎是有優勢 然後打薩滿是還有得到 我自己覺得其實很接近 真的蠻接近的 而且現在其實還蠻有可能演變成跟上一個bow一樣 又是最後聖騎你跑不掉我跑不掉 然後我們打一個內戰 對現在看起來其實蠻像 因為大概率Android的瘋狂德是很輕鬆可以從 有機會從這兩個過一個 然後你的臉戰打到聖 其實也是大勝算 也是很容易就過 那最後又回到聖騎那一張 那最後就要比你的科技牌的主要 那這裡 阿蘇陸這裡至少先贏一個螃蟹的優勢 就無論我哪個先過我現在其他去撞你的聖騎 我都至少能拿一個饑餓的螃蟹的領先 對然後他基本上其實他們現在比較尷尬的點就是 什麼時候才會打到聖騎打聖騎 然後他們這邊感覺還是會 我感覺這邊領先的這方可能 什麼時候聖騎打聖騎 你希望兩邊先上聖騎打聖騎這一局 沒有聖騎打聖騎一定是第五把 對然後我覺得他們兩個聖騎比較有趣的地方 是有一邊有放破八爭 然後另外一邊還有放那個 五二二就是 在對方回了死掉 還有放狂暴小劍 我覺得蠻有趣的 其實這一次如果真要說的話 全部的帶牌裡面 我們前面提一個風暴看守者算有點特別 有點特別 請問您最後一次在腳牌裡面看到 雪人是什麼時候的事情 哈哈哈哈 看到真的蠻久的 我覺得當年我有一個朋友 我當初要比一個比賽的時候 他一直跟我推崇那個什麼雪人烈 對那個40周潤發 他一直說 雪人烈 相信我雪人烈 就是某 槍 對最後我當然沒叫 後來他現在去抓寶可夢那個 你知道 改成去神奇寶貝訓練重新 對對對 因為這一次比較刻意的是 Enjoy他自己的套牌 我們那時候看了很久 這個真的是雪人嗎 沒有錯 他在私配放了一隻雪人 確實在最近的套牌裡面是有看到 聖騎士有些人是有放冰風雪人 有一副錦衣他是有放冰風雪人 因為他希望在私配可以拿到一個最好體質的生物 然後去配合他後面費用的buff 那以臉戰來講 他可能也是這樣的想法 可是其實以臉戰來講 有很多更好的私配生物 不管是 那加海盜上個版本 或是這個版本的幽靈 捷掠者 捷掠者 就是你可以疊武器數值的那一張 對對對 其實我覺得都應該會比冰風雪人還要好 嗯 對 因為他當初這一個真的是一個非常迷的選擇 我們期待看他 到時候這個打龍山到底 這張牌有沒有辦法成為 真的要說他怎麼想他都沒辦法成為一個關鍵 呃對 但但他會成為一個經驗 對對對 讓大家經驗一下 總有一天他應該會在最後一把要LIFO的時候 比方說我這裡插一個衝鋒 或插一個什麼 然後湊起來 丟出一個雪人 對 然後我是覺得 剛剛嘲諷戰在第一把輸給風雪人之後 我覺得他應該還是會再上嘲諷戰 欸沒有 從那剛才是贏了 封口德還是會繼續上封口德 搞錯了 對 我是覺得封口德應該還是會繼續上封口德 嗯 畢竟在一個正常的快攻護搖的情況下 其實封口德應該是最強的 嗯哼 因為封口德畢竟在W在內戰中 他還是有一個先攀水晶的優勢 就只要有一個方法先啟動 就是他可以這個啟動 啟動了有時候必須爆破大力 就包含啟動然後包含你可以塞進的科技 比別人多 這一次另外一個特別就是這張恐怖的死靈法師 招兩隻一一骷髏 嗯 他就搭配你其他BUFF 就是一個鋪場 就是有時候看到一些 進化殺或是瘋狗的都有去擺這張 就是嘗試啊 但我個人是覺得效果還好 對相對兩場真的是還好 對 對 好那他沒有去留這個誘除喔 嗯 對就有一派的流牌是說 一個夢想找一個靈來 對來了這一邊 你就是要去找另外一邊 對然後他基本上就是處於一個後手 我覺得是可以去留誘除的 但是他這邊我覺得換到雞鵝螃蟹也OK 不過他是先攻他也沒辦法丟出來 對 然後上面薩滿我覺得 感覺雞鵝螃蟹會留嗎 呃應該不會吧 喔他的流他就當作是一個引火在出啊 他希望一定要有生物丟 就算是也算是另外一種比較保守的流牌吧 就是我要確保 我現在看起來是我煤盒水晶都可以打滿 即使他在這個對決裡面是沒有什麼效果 我很有可能要吃自己的東西 嗯 其實薩滿打德魯伊這種快攻 就希望煤盒都有事情做 不要去翻圖騰之類會比較好 嗯 如果你翻圖騰就希望你場面是穩住 然後可以先用火蛇又是交換會比較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德魯伊手牌有點尷尬 嗯 而且德魯伊有個問題是 你後手竟然也沒有做啟動 然後他現在手上也沒有啟動 然後也沒有一費去除 其實蠻虧的 就變成 欸就算薩滿現在一直在翻圖騰 也沒差 我一費丟一個一二也沒關係 反正我剛好有火蛇 可以把所有的場面都拿回來 而且其實德魯伊現在的手牌是啟動來了 那就是還是可以做一個 跟上了 還是可以去做一個588 因為他手上其實是有那個 火體加獄人陰記的combo 不過薩滿也是有退化的 就看這個薩滿退化會不會先繳掉 對 這個588有沒有騙到退化 應該會變成這場的關鍵 嗯 對這邊 可以先退 看他要不要繳退 或是丟 石丘 用石丘先擋一回合 對 用擋 我覺得他可能會比較偏向你去丟石丘 然後他認為對方的588會來撞他 然後他下一個再插一個火蛇 用另外一張飢餓螃蟹換掉 嗯 感覺可能比較可能這樣 然後可以再下一個 法曹圖騰抽牌 他的劇本可能是這樣子 就整體的節奏比較好 然後你也可以盡早去降你地理魔物的費用 而且對手的瘋狗德也沒有法術結場嘛 對啊 就也不會像配到什麼揮擊的 所以應該是 可以如願以償啦 對 因為這樣子如果是以這種方式去解掉這個88的話 呃 你的退後還可以留給火體 那基本 因為你可以去猜測對手一定有卡火體 不然他不太可能前面都這樣沒出東西 嗯 然後突然右手來了一個啟動之後丟出了588 你可以 呃 直接去猜他手上就是火體跟buff 不然他不可能打成這樣 就我覺得毒牌是一個 對 毒牌 因為他流牌是全換嘛 所以你就只能用解毒的方式 為什麼他一個有後手的 這種鋪場型的德魯伊 居然可以連續兩回沒做事 你大概就可以知道他手上卡著的是什麼東西 呃 我覺得這邊蠻可惜的 因為我覺得這邊如果他是拿加 他用加1加1的話 可能 不知道會不會比較好 因為他這邊這樣叫的話 其實對方就基本上確定一定不會退化 嗯 然後基本上這邊 直接薩滿的直接把場面拿下來 然後加上手上還有退化 那我覺得其實德魯伊這樣應該是真的蠻危險的 嗯哼 但他這邊肯定是會直接打火體 然後去 就已經是火體然後跳一個 然後開玉獵嘛 對 因為他自己只能賭這一波了嘛 對啊 而且也沒辦法 而且我覺得阿蘇拉他的薩滿 我剛剛看了一下他退化只有一張 對 應該是我沒看錯啦 對不對 因為他等於是換了一張上去 沒有 他是放兩張妖術 嗯 就兩張換到這邊 他的鱗魚也只有一張 他是放了兩張妖術 來 這裡 這邊是視野素直接帶走了 非常高這邊 直接拿下這個對決 連退化都不需要 其實原本你真要說德魯伊 瘋狗德在這種快攻內戰 另外一個好處就是 他真的有一次反場的手段 就是火體法力 嗯沒錯 他至少是一張牌可以發揮 超過一張牌的價值 對 嗯 但是這裡很可惜 嗯 前面在換牌的時候 可能可以斟酌一下 就是後手到底 右除這個點 右除 我覺得像 應該是可以留 嗯 可以 應該是可以留 而且他上的比較關鍵的地方是 他雖然中間有抽到啟動 去做了引爆 但是上完已經有點場味 情況下 其實你那些大生物都是會很容易 被他火車度跟優勢交換 然後導致血量輪低 所以這邊才會體股 嗜血就直接帶走 連退化都不用 就整個沒有場面上的話 其實你快攻速做不成 對 因為你先讓他鋪到場 然後他今天剛好又雙火神 嗯 對啊 就比較無奈啦 然後再加上 其實他剛打 他也沒有馬上把 呃 那個 幸運幣跟預言音機打掉 嗯 他其實就是 他還留意了 就有退化 沒關係 那我就 等你退化 我再BUFF 其實他意識是蠻好的 他沒有說 欸我直接BUFF完之後 給人家退一波 然後可能就全部都體質很差這樣 對啊 其實他意識是蠻好 可是沒辦法 就是 剛好場面都被對手拿走 因為如果你有退化了 那你退化只有一張 沒道理 可能還會有個大漩渦吧 所以他留意了 印記在手上這樣 就平等你退完之後 我直接再加起來 那你就不可能 你就比較難處理 我也不會直接被吃掉 那個所有加成的效果 對 只是這裡 非常非常可惜 這邊對面成功 等於是二回站下的那個火車 就直接影響這個對局的結果了 嗯 不過其實 他的對手 兩場的對局 對獨立來說 都沒有到太劣勢 對 就 我們的重點還是這一把 真的 就是這個盛起 到底可以撐多久 跑過 唉唷 他留了水文學家 不過後手 我還能接受 可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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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先攻我會推 先攻一定 先攻我會推 等一下訪問區 我們就改成你做那邊 這樣可以嗎 因為我覺得 因為我覺得後手 你的空間比較大 對 對 後手可以走一個223 他這個魚人勝怎麼忽然 起飛了 真的是起飛 這好像是看過 今天比較順的一把 是嗎 呃 其實剛剛 鋼彈的最後一把 我覺得也算是順 但是他的 但他的衣費 是因為對手配合才順 因為剛好對手只有一個121 所以我可以就 我所謂順的點是 他這個原生是打快攻的手牌 這個手牌是推大快攻 這個其實也是打內戰的手牌 其實也是像他那樣打內戰 唉唷 我底下怎麼這麼快等 檔次就跟上了 這跟很緊喔 其實我剛剛還想講說 哇怎麼會全法術 尷尬 唉 馬上跟上一個588 馬上跟上 但是我覺得 上面其實是還OK的 所以他 他這邊其實他588下的好 因為如果其實 陣如果在打的話 如果你剛剛這一次轉天際過的話 其實比較一些 那種內行的那種原生 他們可能就會下水人學家 去拿燦魂 直接幸運幣蓋下來 對 因為他知道你是瘋狗德了嘛 對啊 所以他這邊是下的還及時 哇那這樣子 這樣很難玩 這邊我覺得可能要 搶場面要換 嗯 這邊應該要換 因為這邊等一下 對方不管是大孔 幸運幣大孔 或是隊長 你其實都很吃虧 不過他可能也想說 變成酒血嗎 然後如果這邊是我的話 我這邊不會下這種 我可能會先 下一個水文學家 之類的 拿一個光榮時間 拿一個檔的 對 拿一個光榮時間 假設你用天然技的話 那你也只剩兩倍 我這邊吃你一拳九九 我覺得OK 就是我下一回 場面一定是我的 對吧 我覺得的話 就是讓我下一手 因為剛好這裡的霸神九九 我用 我開隊長本身是不能換的 就我總計加完都只有八傷 那我不如 先用光榮犀神去擋一回合 讓我下一回合 在交換上面 可以拿到更好的優勢 然後一樣可以打 下一段可以打三加一 然後再接幸運幣蓮榮 嗯 對 不過他是 是不是有放破法者 這兩副都是有一個疑惑 對 各疑惑 是聖騎有放 有聖騎有放 得沒有 他們兩邊聖騎都有破法者 然後有一邊是這個 對 因為最近最近有一些風格的 也是有放破法者 對 其實在天地就看到 其實破法者相對來講 可能比這個酷的召喚師好險 對 比起這個選擇 比起這個選擇 就看你 喔 死靈法師 恐怖的死靈法師 這邊就尷尬了 這邊他很想下 但他又怕是光榮犀神 但我是覺得 居然是光榮犀神 我覺得 你可能還是要下 沒有 其實你可以 打 打 咆哮 打咆哮用臉去打 臉換 然後 然後打頭 就是堵對手 換不掉你這個99 可能是唯一的贏法 當然很容易就有機會被換掉 可是 我覺得這可能是最 對 勝率最高的打法 因為大概只剩下 因為他很明顯 打的像那張就是一張光榮犀神 不太可能他要刻意在那個地方 去丟一個救贖 然後還交幸運避漲 還交幸運避漲上 對 只是他感覺也是很有辦法可以解掉你 那 也許是大恐龍 那也許是隊 隊長就不考慮嘛 那大恐龍你還可以堵他一個演化 演化不到 欸 對 老實說 如果剛剛這個 阿蘇拉他 心機 陳腐再深一點 你說選以眼還眼了 他拿個以眼還眼 我剛剛也在想這件事情 然後如果他進了一個大恐龍 那就是一回秒殺 真的 反向帶走 就先灌一個9滴 然後我再灌你一個9滴 那這邊是肯定會下死因吧 如果真的是這樣打的話 那兩邊那個秘密真的是打得好欸 那我覺得這邊隊長 毋庸置疑就下去 我覺得97可以不用解 對 97不解 我覺得看他啦 因為我覺得 你可以就抖一抖 然後多打頭 下一個是你的斬殺 因為他97必須要來撞你的3-3 他不撞3-3 那就是他死 對吧 對 也其實 如果他打保守一點 兩隻去換 然後換到 呃 德魯伊場面 剩一個E 剩一個E 其實也還行 也可以啊 那 我覺得 我覺得這樣打會比較好 因為這樣這邊 對方抽螃蟹 對方的血量 已經來到第一了 就是已經無解的血量了 嗯哼 好 他 我剛剛看他那個手勢是 我看到ESC 按下去了 我看到他左手往前按一下 沒有想到他的瘋狗德竟然會被關三場 出乎我意料 這個 幾乎是 既然是瘋狗德 到底發生了什麼問題呢 我覺得比較可惜啊 就是他做了一個這麼特化的配置 但是 沒有 其實他沒有一把的手牌 跟我們天梯遇到的瘋狗德手牌是一樣的 因為他的法術的比例都太高了 他沒有去做到一個 啟動很多小生物BUFF 其實在快攻護咬的情況下 最強的手牌 其實就是一堆小生物 然後BUFF 開始往你臉上打 就是非常早的就把手牌整理 最大化我們所有手牌的價值 沒錯沒錯 像我們之前有一集天梯特殊伴侶有沒有看到 因為上次我們有個用瘋狗德 他T4是咆哮啟動 咆哮直接打了二二幾滴 我就死了 對 就然後他一二三其實 他前面就小小出一些生物而已 然後那樣的法術 我想說我優勢滿大 結果也是被打死 就是瘋狗德他其實 有很大的無限的那種潛力在 就可是他其實這場啟動 前面利用的空間都不是很好 因為畢竟前面沒有先站到長 然後啟動出來是很強 但是其實他剛好遇到對面是原生 然後前面一樣嘛 跟剛剛上完一樣 就是場面已經先被站住了 他雖然做到了啟動跳588 可是他在啟動跳588之前 是完全沒有場面 然後對手都是站到場面 又有buff的情況 其實他就很難去打回來啦 對啊很難去打回來 最後這個對決等於是 維原勝等於每一步都有跟上 他那個算是他 啟動跳588已經算他最大的反撲了 如果他真要贏 他最穩拿下這個對決算 不是抓啟動是起手 直接開兩個饑餓的螃蟹 對 他這一場很可惜的是 我們說他6隻螃蟹 夾到之數0 今日表現0 完全沒有夾到 我對他這個螃蟹 我覺得蠻可惜的 真的很可惜 不過明天他的對手 一樣可以夾 還又可以夾了 一樣可以夾 應該是打鋼彈吧 對 明天的對手應該就是鋼彈 所以還是可以期待一下 他這個螃蟹的發揮 未來的 任務 我們就來看一下這邊 剛進擊的是Azura 我們來期待我們小煙跟了賽兵談 好的 謝謝三位帥氣的主播賽兵 在這邊恭喜Azura獲得對戰勝利 晉級到4強 那麼你是最後一個晉級4強的選手 會不會很緊張 第一次參加這種大賽感覺怎麼樣 其實不會很緊張 因為其實跟選手們都 互動良好 對 只是有點累了 打到很晚了 對 有點累了 那這邊其實也很感謝你 雖然時間打到了比較晚 結果最後我們算是快速的就直接三比 但對手可能也是手氣比較不好一點 那這邊想要請問就是說 其實像這一次的比賽當中 八強裡頭 好像只有你有帶 任務戰這個牌組其實相對來說是少蠻多的 就是你當初在主牌的時候 你有什麼考量是選擇帶了任務戰 你有想要去抓誰嗎 原本是因為在海選的時候 那打說目前的快攻都是以鋪場為主 跟之前的直商的比較不同 所以我選擇說 那我用嘲諷去擋住他們 然後成語若彥加血刃又很好觸發到 就是這個combo很好觸發到 對 所以說等於也確實看到你的任務戰 在對抗這種 例如說瘋狗的這種 或是薩滿來說 鋪場效果都還相當的不錯這樣子 好 那另外第二個問題就是 剛才其實遊戲迅速的結束了 那想要問一下說 剛才最後一回合的時候 其實你先鋪了一些小魚人 然後在最後一回合上了魚人隊長之後 你沒有選擇去把對方的多頭蛇解決掉 而選擇直接去解決掉對方其他的小怪 然後踢臉這邊的考量點是什麼呢 我把所有的小怪解掉的原因是因為怕buff 但其實大孔多頭蛇這隻怪 其實他很怕是一堆小怪小怪在旁邊反他 他要解也不是 不解他的頭其實兩邊互搶血未必會輸 對 好 那了解 那也恭喜阿蘇拉晉級明天的四強 恭喜你 然後謝謝阿蘇拉也謝謝小明 那麼爐石戰績台北大賽八強的賽事 到現在就告一個段落 也別忘記明天下午1點到6點 在我們的隔壁會場有街頭競技場的活動 晚上7點會有今天四位晉級的選手再次展開對決 喜歡爐石戰績的朋友們千萬不要錯過 要準時收看喔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瑜 大家晚安